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往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现天不足后天补 不要网字菲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 我们的父母为了激励我们 会经常说这孩子好聪明啊 或者说这个孩子很笨啊 你为什么不如别人呢 你笨啊,你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啊 那很容易给孩子从小就种下一个印象 感觉一个人如果太笨 没有能力 好像人生就完了 然后呢我们就带着这种负面的想法 再加上父母的贬低 再加上自己的自卑 就这样过一辈子了 但是实际上等我们长大以后 你就会发现啊 仔细的你就会发现 其实人一生是否成功 OK 与你的聪明才智 是否能干 没有直接关系 我可以给大家真实的说 我认识很多孩子 从小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由于他的价值观 没有远大的理想 没有想要有多大的成就 或者说富二代啊 有的是钱花也不缺钱 所以对人生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不高 到最后一生也就只不过是平平无奇 但是有的人呢 虽然脑子不够灵光 但是他喜欢思考 其实我就属于那种的 因为我的数学就特别差 我数学算数是特别差的一个人 所以小时候甚至别人都以为 我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人 但是我喜欢思考 我的人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都喜欢不断的去思考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 一望啊 你有能力 你很聪明 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我说不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说我要可能比正常人反应迟钝 所以我才愿意去思考 因为我不如别人脑子转得快 我妈妈属于脑子转得特别快的人 我妈说你们一点都不像我呢 我比方可能像我爸爸 但是我同时也感谢这份迟钝 因为笨鸟先飞 我会觉得我不如别人 所以我要努力多学习 我要学多点知识 因为我的能力有限 所以呢 我必须深思熟虑 再去做下一步行为 而经过我这么多年的实践 我就会发现 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只要你努力学习 只要你认真思考 只要你做事深思熟虑 然后再加上你敢于付诸与行动 你的人生 你想要什么 它都可以成功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 并不是直接的与你的聪明才智 和你的能力相关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位置 而一个人的人生 他是否成功 是否功成名就 是否挣大钱 是否有远大的梦想 是否能得到非常宏伟的成果 其实取决于他的野心 他的价值观 他的自我价值的显现 而现在大家通过知道吸引力法则 知道复利效应 已经基本上掌控了人如果想成功 所应该具备的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 对不对 大家伙生活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像创业呀 挣钱呢 一夜之间暴富 都不再是一个神奇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成功的方法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那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主要想跟大家说的是 大家不要网字菲薄 总觉得我不好啊 我不够聪明啊 没有能力啊 当然也有的人是以这个为借口 他不想踏出去 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篇文章 我还在我的朋友圈分享来 他说我不敢踏出去 我不敢去做 是因为我怕证明我自己是无能的 可是如果我待在原地 我不踏出去 我就已经承认了我是无能的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讲的特别特别对 所以在于我们的人生 你来人生走一趟 你为什么不推自己一把呢 对不对 你不是试过 你又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行呢 就算你试过了不行 你尽力了啊 那至少咱不后悔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 在我自己的自身的实验上 我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认认真真的 仔仔细细的 非常用心的 有责任心的 去做好一件事情的话 你必定会带来成果 而且这个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非常简单的定律 它是必定会成功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被那些固有的思维 被小时候老人家跟我们说的话 给自己贴了很多很多的标签 因为可能找我来辅导的人 很多都是那叫比较自卑啊 比较胆怯啊 或者是比较不够勇敢啦 但很多人都是 哎呀网自菲薄的 我说真没必要啊 其实我比你好不到哪去 或者是说我的妈妈教育我的方式就是 现天不够 后天不 他不会说是 啊你就是蠢 你就是笨 你这一辈子就没用了 你就不行了 他不会这样说的 所以我觉得 小时候父母的教育 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到现在四十岁了 五十岁了 人生依然觉得自己很自卑 就是因为从小被父母打牙 从小被父母贬低 甚至说的很难听的话 其实我们每每听到这样的话 我心里都很难过 我还经常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以为是这样的 妈妈都和你一样 原来其实不是的 但是我们已经成年了 我们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模式 你学到了知识 你看到了现实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就不要再网自斐薄了 不要再给自己贴那样的标签 勇敢的去尝试 勇敢的去学习 勇敢的去行动 像在看了我视频的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 一望啊我现在已经 看了你的视频以后 我非常勇敢的改行了 或者说勇敢的开创YouTube了 或者说我做了什么什么创业 或者说我整个家庭改变了 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说不想改变的人 依然在网络上游荡着 每天漫无目的地过着你的生活 真正想改变的人 已经在默默的偷偷的都在改变了 我每天都会收到 各种各样的观众朋友 回来跟我说 看到某个视频以后 觉得非常的励志 然后自己付诸类行动 并且成功了 这样的案例不胜其数 所以你与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只在于是 首先先把标签去掉 然后努力学习 认真思考 再接下来就是行动 不单单只是行动 而且运用复利效应 坚持 不断的坚持 然后以时间为累积 达到你真正想要的效果 而其实往往到最后真正成功的人 我觉得其实真正成功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比较憨 比较执 比较执着 他越执着某一样东西 他就越容易坚持到底 但有的人太过聪明的话 就像小兔子一样 这蹦到两下 那蹦到两下 感觉是这也成功 那也成功一点 感觉好像很成功 但是实际上 自己没有一个系统的目标 坚持到底 可能他的人生的成就 也就不过如此 达不到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境界 凡是能达到的人 他都是有他的执着的 而我们经常会说那种 憨憨的执着的人 我们说他傻 是不是 那你说到最后成功的是聪明人 还是傻子呢 凡是你正常长大的 凡是你在这个社会上能生存的 没有人是比别人差多少的 只不过你可能在某个领域比较弱势 但是如果你专注在某个领域 你一定比某些人强的 所以的区别就是你专不专注 够不够全力以赴 好 今天就短短的视频呢 给大家讲一下 现天不足 后天不 大家不要枉刺菲薄 只要你专注和努力 你一定也可以功成名就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